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的三印冰淇淋将因为我牛西沙古而流行起来的名音Lucky Vicky 直接使用在产品名称上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韩国三印冰淇淋于11月8号通过官方网站推出 价值8000韩元的新产品Lucky Vicky马鼠的消息 韩国三印冰淇淋表示 关于Lucky Vicky马鼠 它包含四个可爱的猩猩马鼠组合成四野草的形状 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口圣 不过问题在于 该产品名称中的Lucky Vicky是源于抢网友的英文名字Vicky 加上它极为乐观的态度而流行起来的名音Lucky Vicky 想要详细了解的人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 之后以iV粉丝为中心 Lucky Vicky成为了K-pop粉丝间的流行语 我能叫萨果名音也就这样诞生了 据了解韩国三印冰淇淋在使用Lucky Vicky马鼠这个产品名称时 并位于抢网友所属公司协商获正的同意 让很多人觉得缺乏商业道德 当然Lucky Vicky其实都是一般用语 而且是个名音 谁都可以使用 只是因为韩国三印冰淇淋的母公司SPC 在韩网的风评不是很好 而且Lucky Vicky马鼠用韩文说的话是 Lucky Vicky Mochi Ki Mochi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表示不满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有点过分了吧 这就是直接拿别人的名字来用啊 就算是流行的杠也不应该这样 名字直接拿来用已经够不妥了 还加上Muji变成Ki Mochi真的是绝了 连名音的来源都不知道就随便乱用了 最起码要在确认后用在产品名称上吧 如果这是奇怪的名音的话 要怎么办呢 真不愧是毫无商业道德和城市的SPC 目前韩国三印冰淇淋已在官网上下架了这个贴文 但是在网店上还是在盘卖中 所以对于韩国三印冰淇淋的新产品名称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首尔江南警察署于7日表示 因难以认定切席引力犯罪或协助逃逸等嫌疑 因此决定不讲起义交检放 同时与切席一起被立案的同行艺人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威胁并殴打粉丝的饶舌歌手宽了 因涉嫌暴行已被移送之首尔中央递检了 而韩国警方也对共通殴打粉丝后 逃往海外的外国人A某发布了通缉令 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协助追捕 切席本来就没有罪只是形象受损太严重了 短期内应该难以继续活动 谁不知道这个啊 一开始也不是因为说他有罪才骂他的 真是的 老实说什么形象问题也真是无语 支持杰西加油 这根本就是因为他是女性才针对他的 并不是因为是女生才针对他 如果男人像杰西那样做了 反而会被骂得更惨 还会被叫做卑鄙的口下男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韩国网友上传的贴文 无法理解前你参加婚礼时的穿搭风格的一些外国人 这是前你参加婚礼时的穿搭 韩国的婚礼文化真的太疯狂了 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要去上班寺的 我觉得如果韩国人看到我们的婚礼 他们可能会以为他死了 婚礼穿休闲服直接淘汰 如果我在我的国家穿得这么随便去参加婚礼的话 在韩国为了当天的主角新娘 所以尽量不会穿白色的衣服 然后最近也开始流行不要穿得那么正式 不过这张确实有点太黑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像葬礼一样真的很不喜欢 即使穿原色一般也不会盖过新娘的风采 参加洗验时穿全黑真的不太适合 让新娘更加引人注目不是很好吗 宾客们又不是来跳舞的 为什么一定要穿亮色的衣服呢 大家还是像往常一样穿黑色就好了 这就是韩国人的风格 难道为了拍三秒钟的照片 就非得买一件新礼服吗 最后一张照片里穿白裙的宾客 确实显得很突出啊 这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文化了 以前我们国家也是穿得很鲜艳 长辈们还经常穿韩服 如果是为新娘着想的话 只要避免穿白色就可以了 真的都是网络社群害的 不穿深色衣服就会被当成没礼貌的人 太阴郁了 照片真的不好看 大家穿得亮一点会更美的 所以大家觉得 参加婚礼的时候要怎么穿比较好呢 或者只要不是这样穿就可以了呢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